李思思是央视著名女主持 她主持过多档热门节目 更是充满常客 无论是能力还是颜值 她都是非常优秀的 这么优秀的一位美女 有很多人都非常想知道 她结婚了没有 而对于感情这方面的事情 她也从来没有说过 所以对于李思思的感情生活 很多人都是十分好奇 差不多都是想知道 她究竟结婚了没有 对于这件事 在这儿可以跟大家说 李思思已经结婚了 而且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李思思现在的工作能力 我们都是有目共睹 所以在她读书的时候 就已经是学霸了 当时读书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追求她 以学业为重的她 当然是拒绝的 而对于她现在的老公 有很多人都猜 是不是达官贵人 而在之前她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她老公并不是什么达官贵人 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理科男 没想到原来她的老公是个理科男 难怪她不公布 因为老公只是个普通人 透露太多对她的影响不好 从这来看 李思思还是嫁给了爱情 因为李思思在结婚后 短短的四年中 就为她的丈夫生下两个孩子 这说明李思思是非常爱她的